下面再看一首 你看我讲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混过头来讲这个作品的著作全 我想如果这首词不是李白写的话 也一定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大手柄 不是一般的人写得出来的 你看这个义琴鹅 大家看看 读一遍吧 义琴鹅开始 义琴鹅 到春天 清风风风 清后月 清后月 天天有色 大雨伤结 各有缘上 今秋天 写牙独鹅 应成绝 应成绝 一同谈到 他大雨 你看前面那首词 押了平生运 写油纸 这里面呢 写师父 押这生运 写一个女性 被自己的丈夫的缓 失恋 消生业 秦鹅梦断 秦楼月 我们曾经讲过秦鹅 大凡讲秦鹅 就是现在的陕西 一代的女子 就是当时长安的女子 这个秦鹅的有一个典故 就是西汉牛相有一本书 叫《列仙传》 《列仙传》记载说 秦鹅宫有一个女儿 叫孟玉 秦鹅宫很爱这个女儿 像长上明珠一般 这个孟玉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音乐 爱吹消 在秦宫当中 有一个人 一个乐宫 叫萧死 萧死散吹消 这个 孟玉很仰慕她 所以秦鹅宫 以女妻子 就把女儿的嫁给萧死了 于是萧死每天 就交着弄鱼吹消 作奉鸣之声 模仿奉的叫声 能招致凤凰 就是凤凰来遗呀 果然有一天 夫妇两个人 都随着凤凰 走了 成了神仙 成了神仙 这就是秦鹅的故事 后来秦木工就把 她的女儿居住的 那个楼就叫 秦楼 这个凤楼 所以只要是在凤子 都跟陕西的西安 就是当时的长安有关 凤楼啊 凤雀啊 凤臣啊 秦鹅啊 等等 都是那一代的故事 都是来自于 这样一个典故 你看 萧生一夜 秦鹅梦断 秦楼月 这个秦鹅 当然不是指梦遇 但是肯定是 长安一代的女子 她是怎么梦断的呢 梦断就是梦醒嘛 这梦醒是什么醒的呢 也许就是萧生金醒的 萧生金醒的 她的美梦 醒来之后 看见窗外 秦楼上面 还挂着一轮明月 由一轮明月 就想到了离别嘛 因为由月啊 就想到了 月的盈亏 与人间的离散 它是有某种对应关系的 所以下面接着写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舍 霸凌丧 就想到了 由月 由秦楼上的这个月 想到了人世间的离别 在长安 一个很重要的离别的地方 就是在霸林 霸林是汉宣帝的林木 霸林附近的有霸水 霸水上面有霸桥 唐宋时候的人 他们送别的时候 一般都要送过霸水 走过霸桥 然后栽柳送别 栽下一只柳树 柳枝 为什么要栽柳枝送别呢 这是一个风术 柳则 柳也 表示留恋之意 宋桥 宋柳啊 宋柳人 一直要送到霸桥 所以年年柳舍 霸林丧的 霸林附近的柳树 称了离别的见证 这是写春天 写离别吧 下面回到秋天 乐游园上青秋节 乐游园呢 是长安的一处名圣 长安的一处名圣 刚才讲错了 霸林是汉文帝 刘恒的林木 我说是宣帝 乐游园在长安的东南 你是个很著名的游览圣帝 地势很高 乐游园上青秋节 青秋节就是九月初九 重阳节 在青秋节的这一天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登上乐游园 登高起伏 这个女子也去了 乐游园上青秋节 她上了乐游园 她看见了什么呢 看见了咸阳古道 因为咸阳古道 它是西区的道路 她的丈夫应该是到西域去从军 在西域从军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都没有音信 你看看现在的咸阳古道上 阴尘觉 一点信息都没有 一点消息都没有 所以她就悲伤嘛 阴尘觉 西风残兆 汉家灵雀 这个时候刮起了西风 夕阳西下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看见了汉家灵雀 汉家的 这汉代的那些灵墓啊 都在夕阳的笼罩之下 在西风的吹拂之下 显得一片衰败的景象 像这个作品呢 我们就要好好领会 因为她写了很多异象 你看她写了多少异象啊 萧生 秦俄 秦楼 月 柳社 霸林 乐游园 清秋节 咸阳古道 西风 禅兆 汉家灵雀 她写了这么多的异象 而且这个异象又不在一个地方 你看有的在长安的东边 有的在长安的西边 是吧 有的那是春天的异象 柳社是春天的异象 有的那是秋天的异象 这不是很杂乱吗 异象很杂乱吗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还有一个中心异象 中心异象是什么 对了 情额嘛 情额是中心异象 由这个中心异象 就把所有的异象 给它捅起来了 这样子 它又成为一个很好的 结构很好的作品 是吧 结构很好的作品 你看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是吧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你看这是写师父怀人 在题材方面 它没有什么西意 因为这种怀人的作品 历来都有 但是在异象的组合 与异象的开头方面 是很有特点的 作品所写之己 既非一时一地 视角也几经变化 异象跳跃 但是并不可人 以散乱之感 原因就在于 有一个中心异象 统色的所有的异象 这个中心异象 就是情额 你看啊 萧生 秦楼月和柳瑟 是离别之象 咸阳古道 是功名之象 许多人都是通过 咸阳古道啊 去获得功名的 霸凌汉家林 却是死亡之下 宁目嘛 是吧 你看啊 我们看 秦娥的丈夫 是为了功名 而告别自己的爱人 她上了西区的咸阳古道 今年之后 却阴性全无 所谓阴城卷 是吧 就算他能够 博得一个功名回来 那又如何 最终不过是一波惶恐 夕阳下的汉家林雀 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招式 是吧 许多人年轻的时候 都去博功名 博到最后 也就是如此 所以作品由离别 而写到功名 由功名写到死亡 他的意境呢 非常深远 非常深远 不是一般的离别 由离别写到生命意思 所以王国为在人间词画里面 对这首词 非常推崇 他说 西风禅遭 汉家林圈 鸟鸟八字 谁观千古登陵之口 说千古以后 在登陵 就登陵之人 登上高处人 你再没办法写了 把你的口都已经给你关了 你再也写不出 西风禅照 汉家林雀这样的词句来了 你看这四个字 这八个字 显得那么薄大 那么苍凉 又那么深刻 又那么深刻 这写离别 而能写到个体的生命意识 与历史的兴亡之感 绝非一般作者所能做到 如此看来 此次的作者 即便不是李白 也当是一位不知名的大手笔 我们还是倾向于 这个是李白的 我个人是倾向于 因为有些人说不是李白 说不是李白写的 他也没有一个特别有利的证据 我们说是李白写的 也没有特别有利的证据 反正就是这样存疑 但是多少呢 还是倾向于是李白做的 你看我们就通过作品 就看出这文人词和民间词的不一样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了 文人词它肯定是要精致一些 对不对 结构要严谨一些 语言的要精美一些 思想上有时候它要深刻一些 它有一些历史人生的感慨 要深刻一些 民间文学往往就是活泼一些 是吧 朴实一些 下面再看其他的文人词 像张志和 这首词大家非常熟悉 张志和这个人是有些神秘色彩的人 深中年不祥 最初叫归宁 后来呢 叫子童 治子童 好烟波钓鱼 一个钓鱼的人 玄真子 浪迹先生 物质精华人 浙江省精华人 他在唐述宗的前元上元年间 犹太学 在太学里面读过书 跟明经地 我上次讲过 这个明经和进士是同等地位 后来给唐树中了献策 得到赏识 命代早汉林 和李白一样的做那样的官 后来受左京五位 陆氏参军 后来殷氏扁南蒲卫 扁官 唐代宗大理九年的时候 由胡州赐使颜真卿墓 颜真卿大家知道 很著名的书法家 他给颜真卿做墓了 就是在颜真卿做墓了的时候 写了五首鱼鸽子 写完五首鱼鸽子之后 不知所终 你看这个作品 大家很熟悉的 读一遍吧 鱼鸽子开始 这是写他人那种 渔富的生活嘛 你看西塞山在浙江的湖州 在湖北的黄石 也有一个西塞山 但此山非彼山 那湖北有些人呢 就认为这个张志和写的西塞山呢 是湖北 我虽然是湖北人 但是我不赞成这个观点 这个湖北的黄石 有一个西塞山 而且还有一个西塞山诗社 几十年以前 他们就习说我为会员 西塞山诗社的会员 否定这个词呢 写的西塞山 在黄石的西塞山 这就是在浙江 因为还是在颜真卿的墓府里面 做墓了嘛 他怎么会跑到湖北来钓鱼啊 是吧 这不可想象了 西塞山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白鹿飞 什么自然环境很好啊 如果有污染的话 你会看见白鹿吗 西塞山前白鹿飞 不仅有白鹿飞 桃花流水 桂鱼飞 是吧 流水的两岸是鲜艳的桃花 水中有桂鱼 桂鱼 大家并不陌生啊 青黄色的鱼 味道很细腻 鲜美 大家要想吃桂鱼 随时都可以在广州的餐馆里面 可以吃得着 很好的鱼 西塞山前白鹿飞 桃花流水 桂鱼飞 你看这两句就写出的生态环境很好嘛 如果要生态环境不好 怎么会有白鹿飞呢 那除非是你用行之力量去把这白鹿捉来 强行捉来之后放到那里 它飞不了两圈 它也还是要走的 它一定是要在 那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才出现白鹿 所以你看这个流水子很清幽 正因为流水清幽 你才能看见水中的桂鱼 看见它的大小和肥瘦 夹暗翅桃花 倒映在水中 自然环境很好嘛 是吧 这个渔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轻弱力 律缩矣 弱力就是斗力嘛 用竹面 用弱业鞭制而成的 缩矣就是雨衣嘛 轻弱力 律缩矣 狭风细雨 不须归 虽然刮了风下来雨 但是呢 根本没有必要回去 就是这样一种狭风细雨的感觉最好 是吧 你看 那么在里面 你看人和自然就有一种很和谐的关系 他如果说 哎呀 又是风又是雨 我赶快回去吧 那就说明人和自然之间呢 也发生了冲突 他现在说不虚归 不用回去 正是这种感觉最好 就是说明天人合一 我们讲天人合一 天就是自然嘛 就是讲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是天人合一 所以你看这个作品呢 它的色彩很鲜明 是吧 白露 桂鱼 流水 桃花 轻若丽 绿缩矣 你看色彩很鲜明吧 阴运很流利 是吧 牙瓶生韵 用自然的语言又很自然 而且形象又富于生机 白露啊 桂鱼啊 桃花啊 都富于生机 它就是用这种鲜明的色彩 流利的音韵 自然的语言 和极富于生机的一种形象 营造了一个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他说不需归 就表达了一种远离城销 远离公民的 宜然自得知己 这就是古人讲的 山光水色 余富加风 他的特点刚才讲的 色彩鲜明 阴运流利 语言自然 形象极富于生机 这个作品一问世 颜真卿和陆宏建 他们就获知 这颜真卿大家知道是书圣 这陆宏建也不是一般的人啊 是查圣啊 这个陆宏建就是陆语 陆语的代表作就是查经 大家对这个人有没有印象啊 查圣嘛 他们两个你看看见 张志和的这个作品 就要获知 喜欢 后来这个作品传到了唐献宗那里 唐献宗觉得这个作品太好了 然后就要见张志和 人家说张志和不知所终 那怎么办呢 唐献宗 天 寻人启事 写真求法 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的像磨下来 到处张贴 寻访张志和 那张志和就不知所终了呢 是吧 他不留恋这个城市了 后来据说日本的戳尔天皇啊 在红人十四年的时候 也是唐墓中长青三年 和张志和的鱼鸽子无首 据说这就是日本填词之史 日本只有填词 就是从戳尔天皇开始 后来一直到了北宋的时候 苏东坡还在这个 写这个浙谷天的时候 用陈句入浙谷天 就浙谷天 你说浙谷天的第一句就是 西塞三浅百落飞 觉得还不够 然后到唤西沙里面又用一次 你说他们这些人爱到到 这个作品爱到了什么程度了 但是学者们认为 苏东坡是凑合而成的 由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 什么叫妙通造化 造化就是自然嘛 就是这个作品达到了自然之境 形同天籁 这样的作品是没有办法克隆的 他写的就是自然之境 写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他的艺术也达到了自然之境 那你说这样的作品 你挑一下 你能挑出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那么有 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 完美 是吧 而且这个人 你看这从此就不知所终 就让人们永远地失恋 我觉得这应该是人生最好的结局 悠然不尽地这样离开了 下面再看 还有一些文人词 刘雨昕 这个大家不陌生 关于刘雨昕的生平事迹 我们上次也讲过了 刘雨昕这一生 先是参加永征革新 参加唐顺忠领导的永征革新 被作为屯天圆外郎 判渡自盐田案 唐顺忠去世之后 唐献忠继位 这个刘雨昕 以及他的那些革新的那些战友们 都遭到贬责 刘雨昕是贬年洲刺死 就是现在广东境内的年洲 后来有人说 这种人当刺死都不行 那怎么办 当司马 而且这贬的朗州 就是现在湖南的长德一带 朗州 十年以后 有人记起了他们 把他们造回长安 他到了长安之后 不是写了那个玄斗冠桃花吗 写玄斗冠桃花 得罪的那些权贵们 所以人家说刘雨昕 虽然在下面这个 这个 贬折了十年 但是脾气还没有改 那不行 还没有改到好 继续扁 这扁 波州刺死 后来改为年洲刺死 这次真的是到了年洲 就是现在 亲远境内的年洲 就这样子 然后就走 刚才看到人家 谢谢宝宝